第十四节 感受有什么用 通过上面的讨论呢 我们还是无法理解身心问题的核心内容 为什么做计划或者其他各种功能 必须和感受连在一起呢 自古以来 许多思想家都把刺激感受性 或者主体体验特性 看作是生命的继承事实 但是这仍然无法解释意识有什么功能 因此他们断言 就像心跳时发出的声音 虽然有助于心内科医生进行诊断 但这种声音对身体并没有什么用处 英国的博物学家达尔文学说的捍卫者 何须黎用以下一段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话 表达了这一信念 就意识和肉体机制的关系来说 意识呢 只不过是肉体工作的副产品 而无法影响肉体 这就像蒸汽机车 蒸汽机工作是汽笛的名叫 对其运转没有任何影响一样 在当代哲学家中 下述观点相当普遍 感知觉意识虽然是真实的 但对于物理世界并不能产生多少影响 尽管在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否定这一观点 但它也绝非颠覆不破的 因为这样的逻辑有诡辩之嫌 可以把意识中所有具有功能的方面归为一类 美国哲学家布洛克称之为功能意识 他包括有意识的注意和察觉到某些特定的事件计划 而做决定 记住一些情形等等 因为这些过程都有某种功能 故而从原理上说 我们很容易想象的神经系统是如何执行这些功能的 尽管在实际上由于一切及概念上的局限性 这方面的工作还得再做几十年 这就是为什么查莫斯把他们归为意识的简单问题的原因 如果你想起了某种新的功能 也可以把它归为功能性的意识 除去功能性的意识 剩下的就是一些感受 也就是感知觉意识 我们在听美国小号演奏家戴维斯演奏的 泛兰调调这首曲子的时候 心中泛起强烈感伤 或者是彻夜狂舞如痴如醉的感受 这些都是感知觉意识 这些主体体验特性确实存在 却并没有什么功能 昨天的牙疼疼得你在床上打滚 这属于功能意识 而牙疼的痛苦性质则属于感知意识 查莫斯最为人知的论断是 他把一般物理世界中如何产生主体体验特性的问题称为困难问题 他认为由于主观体验特性没有功能 因此永远都不可能把困难问题化为一些简单问题来加以解释 我觉得这里的推理没有说服力 有的人无法想象主观体验特性究竟有什么功能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功能 这很可能只是因为此人的概念框架不够完善 在下一节作者就会提出一个与此不同的新观点 第四节就完了 第十四章的第五节 意义和神经元 这一节我们一起来研究与意义有关的问题 当猴子从某个角度看到区别针的时候 神经元产生反应 神经科学家通过对实验的设备 区别针细胞反应等等进行观察 从而知道了这一点 但是猴脑中接收这个细胞输入的其他神经元 他们又是怎样知道的呢 这就是有关意义的问题 哲学家也成为意乡性 传统上谈到意义 必定要在语言学语意框架下来探讨 在几百年中 随着符号逻辑和计算理论的兴起 人们通过语言表征来分析意义 人们老是辩论探讨和反思 诸如狮子这个词语 怎么能够表示 外界真实存在的狮子这类问题 但是语言表征 一定是从人和动物共有的空间 视觉及听觉表征中进化而来的 从理解脑状态 怎能表征事物 这一角度看 只关心逻辑和语言是远远不够的 幸运的是 现在这一切都慢慢让位于神经语义学 它主要研究语义是怎样从脑 这一进化产物中产生出来的 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 首先意义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 其次 黏糊糊的神经元组织如何体现意义 首先意义的来源 在这个世界上意义有许多来源 其中之一就是由遗传先天决定的倾向性 新生婴儿生下来并非是一张白纸 他们也有心智 他们追求愉悦 例如从母亲的乳房中吸取乳汁 以及避免疼痛 追求愉悦的本能 无疑也有助于他们存活 从你出生之日起 就不断进行个大量的感觉运动相互作用 对意义来说 这就是第二个 也是最丰富的来源 当你思考动作或者是讲话的时候 这种相互作用呢 能让你不言而喻的 对自己的动作产生某种期望 例如当你转头的时候 视觉皮色会预测出是往膜上的向了也跟着移动 当你拿出一把锤子那样的物体的时候 你会想当然的认为它很重 并相应的调整你的肌肉 你知道当你拿起一杯盛满水的杯子的时候 必须十分小心 不要让它那个水洒出来 通过大量的经验 你的神经系统学会了这些希望 并在不知不觉中将它们用于将来 一个完全不会动的机体 或是生来就全身瘫痪的人 不可能体验到此类的意义 意义的第三个来源 是同一感觉模态 或多个感觉模态的信息相融合 玫瑰花是红色的 有特别的香味 镜上的刺力会刺痛你 当你看某人讲话的时候 你会期待这个人的嘴唇和下额 会随着声音而同步运动 当实际情况 与你的期望有出入 就像看一支电影那样 你就会感到那不自然 比较高等的脑 会有更多的感觉输入 和运动输出的模态 比起简单的神经系统 它们能够产生更为丰富的意义 这是三个来源 对人来说 意义还可以来自抽象的知识 或者人生的阅历 例如看到舞台上的布鲁图斯 背叛了信任他的朋友凯撒的时候 或是在几何学中 学到派是圆周长和直径之笔的时候 还有在小时候 祖父把你搂在怀中 这些事实和记忆就默默地 编织成了你的认知背景 你就生活在这种背景之中 第二个是神经元如何产生意义 在神经元的层次上 意义是如何体验的呢 弗朗西斯和我都相信 意义发生在霍胜集群 向其外神经元投射的突出后连接处 这个霍胜集群就是NCC 这里让我们回顾第二章的图2.2中的 克林顿的神经元 该神经元所在的集群负责产生 看见前总统克林顿这一知觉 如果毒害其轴突的末梢 使其突出 这个男泡不能释放 那么尽管其轴突还能产生动作电位 但是对知觉呢 也毫无贡献 因为他不再能够对他的靶像 把细胞产生任何影响 如果用这种方法 把你脑袋中的这种集群的全部输出 都加以阻断 你就不能迅速地认出克林顿总统 或是想象他的模样 甚至是想象与克林顿有关的概念 也会碰到麻烦 如果真如此 神经病学家 就会把你诊断为 得了某种特殊形式的认知不能证 任何与意识属性有关的意义 都在NCC后活动的一部分 它都来自获胜的神经元集群 集群内部的各成员 彼此之间的紧密联系 而且他们从外部非成员之间也有接触 例如克林顿神经元之类的细胞 会使表征总统 或者是白宫 这些概念的细胞产生兴奋 克林顿神经元还刺激另外的一些神经元 例如对克林顿总统独特的 这种嗓音的神经元等等 这些相关神经元构成了NCC意识背景 和一个只有较少外显表证的脑比较起来 这就意味着 如果脑内存在着更多感觉刺激的外显表证 或者概念 就可能有更为丰富的连接网 以及更有意义的主体体验特征 或者从表皮区域的层次考虑 主节点越多 意义就越丰富 至于某一属性的外显长度 可通过测试皮层柱内的神经元来得知 原则上来说 这种可操作的方法 可以用来测量任何一种意识经验的意义 并且比较同一个体在不同时间的各种感觉模态的这种经验意义 意识背景表达了NCC的各种关联 它为知觉感到的属性的赋予意义 其中包括过去的联想 对NCC结果的预期 认知背景 以及和NCC神经元有关的运动 或者至少是可能的运动计划 例如一个表达绳索的集群 会影响到攀爬的计划 意识背景位于NCC之外 在有些时候 其中的某些元素可能参与到下一个NCC之中 例如当你的思绪从克林顿总统 转移到现任的美国总统上的时候 我不知道仅仅激活意识背景的突出 是否足以产生意识 也不知道NCC是否需要触发意识背景中的细胞的动作电位才行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来于从意识背景 回馈到NCC的投射 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或维持了NCC 意识背景本身不足以产生意识 虽然当NCC转移的时候 很可能也会有部分意识背景成为下一个NCC的一部分 意识背景投射回NCC的神经元 可能有助于支持这一集群 意识背景给脑提供了有关主节点的意义 也就是它的内涵 这一节读完了 第六节 主观体验特征是符号 上面的讨论一直在强调 任何一种知觉 比如知觉我儿子的脸 都和大量的信息 也就是意义有关 在产生该知觉的那个时刻 这些有关信息中的绝大部分 在脑中都不是外想的 而是内隐的 处于意识背景中 我上次看到它长得怎么样 就我所知道 它的个性成长和教育 嗓音 还有它的冷峻幽默感 还有我对它的感情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在意识背景之中 这当中包括数量极大的详细的信息 以及我的一般知识 这些信息不一定要主动表证 也就是神经元未必会发放 而是以更为被动的形式 表达为突出前或者突出后 墨烧中盖浓度的升高 或者竖突 去极化 这可能会引起突出后方电 但是也可能不会 要想有效地处理这些信息 脑就必须使之符号化 简单说来 这正是主观体验特性的作用 对于大量的无法用语言形容 但在某阶段时间内 要用到的信息 主观体验特性 以符号来进行表达 主观体验特性 是意识经验的基本元素 它使脑不会吹吹吹咧 就可以处理这些同时而来的信息 看到紫色时所产生的感受 是一种符号 它能让你联想起大量的紫色物体 例如罗马皇帝的紫袍 还有紫水晶 还有紫勋章等等 在动智芒实验中 有时候你会看不到 这种黄色的圆圈圆斑 因为一团运动着的蓝色光点 在肢节上占优 它抑制了对黄色圆斑的感知 在这时候 黄色圆斑的影响很弱 可是你一旦看到它们呢 对应的神经元集群 就会激活意识背景 并维持一段时间 使你得以意识到黄色 代表这种状态的符号 就是相关的主观体验特性 它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任何一种知觉 都有大量不同的属性 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数量 就更为巨大 感受就是为了实现 实时处理这些高度复杂的信息 而形成的 主观体验特性 是一种强烈的符号表征 它表征了 和任何一种知觉有关的信息 也就是它的意义 这些信息数量极大 而且同时到达 它是某种高度并行的 反馈网络所特有的性质 生物体是为了有效的 应对海量信息 才进化出了这种特性 正是从表征紫色的NCC 及相关意识背景的 发放活动中 凸显产生了 代表这种色调的 这种主观体验特性 那么为什么主观体验特性 必须有所感受呢 为什么这些符号要引起感受呢 为什么脑不像传统计算机那样 提取和编码这些信息 而并不产生任何感觉呢 查马斯猜想 感知觉的状态 是任何一种信息处理系统 都具有的基本性质 这是一种普遍的量 就像质量或者电荷一样 从这个观点来看 献虫乃至于单细胞的草里虫 都会有意识 不一定有智能很高的意识 更不用说自我意识 从新人上学的角度来看 这类极端的范心论 也确实有其魅力 因为它是体验 成了普遍性的性质 但是这种想法看来 不可能加以验证 另外一种更为合理的假设 就是主观状态 仅存在于某些信息处理系统中 这种系统具有特定的计算结构 某类行为或者其复杂度 必须高于某个值 不管怎么说 要想解答为什么感受 和这些符号有关的问题 也许要从第一 及第三人称视角出发 提出某种信息理论 表述才行 在某些心领域中 学者们还未能达成多少共识 若要巧妙地 对脑进行任意干涉 现行的手段还非常有限 我们很难用实验的方法 去验证 或者否定这些想法 对我眼下的研究来说 不把精力放在这些基本问题上 而是专注于NCC研究 才是明智之举 主观体验特性 在多大程度上 是脑独有的特性呢 这个问题发人深行 计算机或者机器人 能否有感受呢 有没有下列可能性 由于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某些原因 串行机 永远都不可能像脑中的主观体验特性那样 表证对象或者事件的所有方面 以及他们之间有可能的关系 还有 为什么主观体验特性是私密的呢 幸运的是 心深问题 并非在每一个方面都这么难 就拿诗人常常提到的问题来说吧 为什么一个人 无法把自己的确切体验 传递给他人呢 为什么感受是私密的呢 我相信这类问题有一个直接的答案 其内容分两方面 首先 任何感觉的意义都有赖于一个人的基因组成 以及他先前经历和历史 因为没有两个人在这方面完全一样 所以呢 也就不容易在另一个脑中复制某种感受 其次 任何一种主观感觉 都是有多个位置的主节点的共同编码的 如果我告诉你 我在看到绚丽的这种紫色是有什么体验 就得把有关信息从这些节点传输到脑中的语言中书 再到声带和舌头 由于皮纸中总有大量的支路和反馈连接 这样的传输过程 必然要对信息重新编码 因此控制我语言肌肉的神经元所表征的外显的信息 同颜色主节点的外显信息相关 但是不完全一致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告诉你我的颜色的确切体验 哪怕我们两个人对波长敏感的这种光感受器完全一样 也不行 但是想要表达两个直觉之间的差异 倒是可能的 因为颜色区发放活动的差异 可以和运动区发放活动的差异建立起联系 这一节就完了 第七节 NCC的具体位置意味着什么 我们在第一节中讲到过 关于NCC的生物学意义 人们也包括我们提出各种猜想 只有当一个猜想能够揭示NCC的奇妙本质时 它才能称得上有意义 让我们现在来展开来讲 皮层额部和思考计划 以及执行某些随意运动输出有关 总体上说 前运动皮层 前额叶皮层 和前扣带回皮层 都主动地保持感觉 或者记忆信息 能够从常识记忆中提起信息 并对这些信息经处理 以制定计划 通过观察额叶损伤病人 以及对正常受试者 做FMR2实验 都证实了上述观点 如果我们的执行概要的假设成立 那么脑的计划模块 特别是前额叶和前扣带回皮层 必定直接接收来自某些主节点的输入 这些主节点表征 外显感觉信息 从皮层的神经解剖角度来看 在这些主节点和计划中枢之间 不大可能存在额外的神经中极站的间接链接 生物学观点认为 这样的链接太弱 不足以有效 而可靠地驱动把神经元 关键通路必定是单突出 结构的 从神经元到神经元 此外呢 皮层后部的主节点神经元 也会接受来自皮层前部的反馈 往返于下涅叶 或者内侧涅叶皮层 与前额叶皮层的某些神经元集群中间 包括IT区和语言区 或者说布勒卡区之间的链接 的这种持续发放合同 可能就构成了物体的知觉的NCC 类似的MT区和前颜市区之间的回响活动 可能正是看到运动 这意义是这一个意识的NCC 一个市区 仅当有道皮层额部的直接投射时 其活动才可能直接进入知觉 因为它还需要额区活动的帮助 才能建立起在皮层中取得优势地位的肌群 这个假设意味着 没有前额叶和前运动皮层的人 不可能有意识 但是这一结论在目前还很难检验 据我所知 现在还没有哪个病人丧失了两个半球的所有这些区域 之后呢 还能存活 并且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 还无法快速 可逆的 安全的 使双侧的这些组织失活 关于这方面也有一些相关的经验 在切除猴子的边缘叶 顶叶和捏叶皮层之后 从工程上看 它就像瞎了一样 无法再利用时间信息 从目前的结果看 负责通路 要想影响行为 必须要有非视觉皮层的参与 还有直接证据表明 如果患者 离这个皮层后部很远的背外侧 前额叶皮层有损伤 也会表现出视觉缺陷 通常 前额叶受到损伤的患者 并不抱怨他们在意义上面 有什么问题 脑中线附近组织 严重受损的患者也是如此 类似的 如果患者丧失了部分 视野中的颜色之觉 他们也不会报告 说这部分视野是灰色的 而其余部分是彩色的 令人惊讶的是 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严重缺陷 这很不幸 因为它说明人类心智的内性能力非常有限 执行钙药假设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但并不是直观的推论 就是猕猴的初级视皮层的直接投射 都不越过中央沟 换句话说 就V1区发出的轴图 都不超过V4和MT区 当然更没有达到前运动皮层区 或者前额叶皮层区 因此弗朗西斯和我在1995年 作出结论 认为V1区的活动 并不直接进入意识 有关看的NCC并不在V1区 尽管对正常的看来说 功能正常的V1区是必要的条件 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解释过的那样的 猴子的V1细胞 对它看不见的东西也有猛烈的发放 对看不见的刺激也能产生后效 这说明V1以后的视觉处理 对直觉起了关键的作用 V1不支持我们的论点的证据 来自FMR2实验 有人用它来说明人的V1区 和受视者的直觉有关 但是这个结论建立在FMR2信号 的一种特别的解读之上 而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质疑这种解读了 第七节就最后一节读完了 下面就是总结了 第十四章的总结 由于意识是高度进化的生物组织的性质 它必定有某些功能 本章带有猜测性 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弗朗西斯和我提出了执行概要假设 就是NCC之所以有用 是因为它使得机体可以对外在世界各种事件的当前状态做总结 其中也包括自己的身体状态 并把这一概要的总结送至计划中书 所谓的主观感受 正是指这个概要的种种属性 这些主观的体验特性 正是构造意识经验的原始材料 它们影响到 额叶皮层中通用的灵活的而又细致的推理和决策机制 研究结果和常识都告诉我们 为了学会快速而自然的僵尸行为 需要意识参与 如果某些爱好 比如这个攀员呢 基建呢 跳舞啊 演奏小提琴呢 如果这些爱好正好需要高度程序化的感觉运动活动 那么意识的参与就尤其重要 但如果在某个任务上呢 已经得到了足够的训练 有意识的内行反而会干扰这个动作的顺利之行 要想真正精通某项运动 就需要抛弃意识 这样内心归于无 从而让身体和感官来取而代之 是否会有和我们类似的生物体 但它们没有任何意识和精神生活呢 也许可能吧 不过在高等动物中 感受器和效应器的数量是如此巨大 为了产生各种行为 不大可能针对每一组的输入输出 分别进化出感觉运动的僵尸体 更聪明的办法就是在大量快速 而能力有限的感觉运动僵尸体外呢 再服役某种策略 这种策略的速度虽然稍慢 但更为灵活 它能总结外界发生的情况 并相应地计划未来的动作 但是这种想法还不足以解释 为什么我们能够意识到 我们感觉到自己有意识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 这些感受主观体验特性 并无特别意义 它们只不过是一些负现象 这种看法看来是有问题的 主观体验特性呢 有非常强的结构性 因此不大可能仅仅是脑的 一种无关紧要的负现象 我倾向于认为 主观体验特性和意义 有密切的联系 NCC的意义来自它 和其他神经元集群的突出链接 而那些神经元集群 本身不一定有活动 意义编码了 与有意识知觉相关的 大量的概念和体验 这就是意识背景 意义蕴含着大量的 同时出现的信息 对他们来说 主观体验特性 是一种强有力的符号表征 它能够把所有这些信息 都简洁的编码 主观体验特性 是大规模并行网络的 一种特殊性质 这一理论框架也解释了 为什么主观体验特性 是私密的 为什么一个人不可能把主观体验特性 传递给另一个人 由我们的执行概要假设 出发可以推出 NCC必定和计划中枢 有密切的关系 并且位于前运动皮层 前额叶皮层 和前口袋皮层 根据这些 弗朗西斯和我断言 NCC神经员 必然直接投射到皮层的前部 在猴子中 从V1区到任何的额叶区 都没有直接联系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 NCC不在于这个V1区 如果让我们从猜想 再回到具体的一些领域 我们就需要研究 视觉意识的微结构和动力学了 研究某种单一知觉的演化 这将为我们寻找 意识的回路 提供关键线索 这就是以后章节的内容了 第十四章就读完了